佛光山岐山禅境中心殲4 会专法师也亲自下田 还拿刀切除多余的叶子 与大伙一起工作 他很珍惜这些得来不易 农民悉心种植的白玉萝卜 禅境中心与农民间的合作 能有层面更广的人间佛法意义 全台湾就只有美农地区种植成功 那我们也借由白玉萝卜 来把岐山禅境中心 我们这样的一个道场的特色 发展出去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 南区协会区会长林文辉一家人 也都来到现场体验 夏田拔萝卜的热趣 能与农田如此亲近 让林文辉很有感 那这个接触其实让我们 有一种回归到原始自然的感觉 那也因为这个活动呢 让我们有一个姻缘可以聚在一起 大家不分你我 连小朋友也都乐在田间 一起拔白玉萝卜 一起整理拔起的这些珍贵食物 并且装箱整齐 准备送回本山供养大众 这场时光之味 无尽葬不仅是白玉萝卜的收成 更是将感恩 智慧与关爱 融合为一体的盛会 人间卫视环谷中高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